我跟我老公都很喜欢 有蛮简单然后很干净的空间 我们其实对家的感觉 因为我会觉得回家就是待在一个很放松的角落 它不用很大 可是它要很舒适 看到刘小姐的作品 那时候就觉得作品的颜色都是白白的 然后干干净净的 就会觉得那个房子的空气好像很沉澈 一开始我就有在跟老公讨论说 为什么他要叫这个 然后有一天我好像自己豁然开朗就说 我觉得我懂了 就是他想要拾起一个很舒适的角落 那这跟我当时想要找的期待是很巧合的 一份美丽的意外串联起甜蜜夫妻 与刘玉婷设计师的邂逅 以极简俐落的设计手法 透过制裁的机理描绘出空间 与人之间的互动连结 欣赏无负担的美学设计 为甜蜜小夫妻构筑幸福满点居住堡垒 屋主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那这是他们的新婚宅 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发现太太喜欢很简单明亮的北欧 然后先生则喜欢清工业风 所以我希望能结合他们的喜好 然后做出一个北欧又带有清工业元素的空间 空间上是比较以白色浅色木纹淡蓝色 去带出整个空间的感觉 我们两个鞋子都还蛮多的 所以希望说玄关可以有一个隐藏式的鞋柜 把鞋子藏起来 老公因为工作需求会很常出差 所以希望可以有一个收纳心理箱的空间 原来的格局是没有玄关的部分 所以用了格品来划分玄关及餐储的空间 整合了通纳行李箱还有鞋子的机能 满足屋主生活上的需求 玄关这边的话因为有一个大梁横跨 所以天花板其实是比较低的 运用了全木皮牌子去做延伸到餐厅 然后让视觉上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压迫感 屋主踏进家门会有一种温润的感觉 空间上也可以做出划分的功用 做了系统柜整体的设计 一直延伸到电视墙面 用防清水膜塑料去做铺素 让它带入工业风的元素 也是南无族喜欢的风格 再搭配简单的柜体 整个电视墙比较开阔的 然后比较清爽 假日我们可能就会赖在沙发上 追剧然后看电影 然后可能会喝点小酒 视觉上是非常舒服 我自己喜欢弹琴还有写歌 当时也很希望说 我可以拥有一个工作的书房空间 这个部分就讨论很久 女屋主她平常有工作上的需求 所以她希望她的书房 是一个开放式的明亮的空间 原本进屋是有一个书房的隔间 那其实整个空间感是开起来比较压迫的 刚好屋主她有书房的需求 所以我希望是一个比较开阔明亮的空间 去规划这个书房 把这个隔间拿掉 整个空间感是开阔的 也算是让整个两面窗的采光 可以从同一侧的窗户打进来 上面是用比较清透的玻璃 下半部是用藏后玻璃的材质去做设计 让空间的光线会更好 我在工作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线才要收纳 我在工作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线才要收纳 这部分刘小姐就帮我设计一个书桌 是可以把我的线都藏起来 让桌面还是很整洁 因为开放式的窗户 所以在里面工作你也会觉得好像 不会那么的压迫 会觉得说哇 其实工作的时候还是可以很放松 我们最常一起做的事情应该是一起吃饭 坐在餐桌上一起交流 然后一起用餐 然后结束了可能很忙碌的一天 会觉得餐桌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其实空间情绪上的受限 他们有想要在玄关隔出玄关收纳空间 然后电系收纳的地方 所以我顺势就用一个这样 L型的中岛区域 让我们的餐桌可以靠着中岛 形成一个餐桌的空间 六角砖 其实用在中岛里面上 会有加分的效果 多一点细节上的呈现 然后也比较活泼 考量南屋柱条酒喜好 霸台上的隔壮吊柜 除了兼具收纳展示功能 仔细一看 吊柜镶嵌灯条巧思 更为外观造型增添美感视觉 我觉得就还蛮感动的 因为这算是我们第一个一起的家 当初就对家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 就很谢谢刘小姐 因为其实她非常细心 然后也很有耐心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很谢谢她帮我们过滤了很多 不是这个家应该有的东西 透过她把我们两个内心 对家的模样的想象 创造出来 然后我们也觉得 找到跟自己理念相同的设计师 其实就还蛮幸运 然后也有点浪漫 因为其实他们小夫妻两人都还蛮好的 然后也给予很大的信任 在沟通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反复或来回的修改跟调整 我觉得可以沉浸在他们对于新家的期待 一个绞尽脑汁的时刻 刘月亭设计师都能精准掌握小夫妻对家的渴望 在拾起幸福的一余同时 让何许的暖阳流窜室内 构筑起小夫妻梦想中最甜美幸福的北欧居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